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始终陪伴各位在这里 这里就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娱乐秀 秀娱乐 我是主持人小方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又有众多的新鲜的娱乐八卦消息 跟各位来共同分享 昨天在北京是举行了一个 宝格力闪耀之灰盛典 众多的明星都有出席 并且盛装亮相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展示自己 慧英红这位演员 是一袭银灰的披风长裙亮相 竟显女王之风范 舒淇则是黑色的薄纱胸衣 凭借包囤裙礼服 搭配蓝宝石的项链 显得贵气高级 披肩的长发外加小烟熏装 举手投足之间都性感撩人 徐帆是一袭红色的礼服 搭配灵蛇项链一盏大气从容 佟丽娅一袭闪片的 一次肩脱尾裙亮相 露出傲人事业线的同时 美貌也像礼裙一样 闪闪发光 谭卓是黑色的丝绒 深微的景深礼服 加银色项链 显得沉浸简约 古丽娜扎也是选择了 黑丝绒的深微礼服 不过是红唇搭配猫眼妆 脖子那还挂了一个经典的 灵蛇项链 显得冷艳高级 年轻演员陈都林 选择了黑丝绒绿裙 搭配粉色宝石 剪得比较简约精致吧 范晨晨 这位男明星 则是真空驾驭黑色西装 搭配了一些网纱的设计珠宝 贵气小王子 非常魔术 年轻演员文奇 是比较清爽的打扮 白色抹胸的断面 荷叶编里裙 搭配半裙套装 略显亲属感 另外昨天参加活动的 惠英红 今天微博中晒出了 和宋家的合照 配纹是清上了 在照片中我们看到 宋家从背后紧紧地 搂住了惠英红 两人都嘟起了嘴 玩亲亲的画面 好友爱啊 这也是因为有梗 之前在微博职业的时候 宋家在台下 和玛丽的这个亲亲照 被一个镜头捕捉到 然后媒体就释放出去 结果被惠英红转发 并且质问 你怎么都不亲我 连我们的合照都不发 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 你要避嫌的地步了吗 之前两个人吵吵闹闹的 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你不发我的照片 我不发你的 北京时间已经到来的 28号的凌晨 十分谈见次 发微博为何炯 何老师庆声 说何老师生日快乐 好溜永远一家人 他晒出的一张是何炯的 比较日常的照片 抱着他的宠物狗 正在轻轻的画面 超级友爱 另外男演员白静婷 今天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组海边的休闲照 但是呢 这个休闲服呢 是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友谊的 就是大方的露出了腹肌 真的是感觉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惹得很多网友都直呼 不把大家当外人 直接就这么漏了 人家宣 Celina 27号出席一个代言活动 因为他之前已经宣布了 怀孕的喜讯 有一段时间没见 哇 这个肚子又大了一点 身穿一席连伸长裙 四肢还是挺鲜秀的 不过呢 比较宽松 然后也是平底鞋 五个月的浑远运度 藏是藏不住了 而韩国产后的孙艺珍 终于出来复工了 首次拍摄了一些卡片照吧 照片中身材纤细 恢复到了 几乎看不出是刚刚生完孩子的样子 应该也是状态很好了 才会出来工作吧 另外据香港的媒体消息 郑新怡高调的晒出多张 和一位郁姓的亲密合照 都是同一个郁姓哦 疑似也是借机公开恋情吧 照片中 郑新怡穿着紧身小背心 染了一头金发 然后趴在南方的背上 还有一张是她背着南方 两个人都笑得 大笑得 非常的甜蜜的感觉 据了解 这位男士叫本杰明 好像是一位外国的发型师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私下经常聚会 看得出郑新怡在她的面前 非常的释放自我 而另一位新二代 就是王金大导演的小女儿 王子涵 最近在社交帐料上 也分享了一段 她拍写真的视频 大秀好身材 画面中 王子涵画着精致的妆容 头发扎了起来 然后配上白色露腰的小背心 还有超短裤 造型活力十足 但是已经32岁的她 虽然举手投足之间 尽现风情 可惜入行这么多年 一直也没有活起来 娱乐笑 笑娱乐 music show 接下来是一系列音乐方面的消息 韩国的歌手最近真的是大火 今天Big Ben最近在接受杂志采访时 就提及 很难得的和Blackpink的成员 Lisa的合作 Lisa现在是大火 表示说很高兴能见证她的成功 太阳说 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激动 因为那个女孩现在那么有名 她不光是在韩国 全球范围都是 而且太阳还提到 Lisa当时去YG面试时候的场景 当时她听到她的歌声 就知道Lisa有一天一定能够大放异彩 真是伯乐 而韩国男团Big Ben的另一位成员TOP 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TOP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伯卡奇卡村的SpaceX的发射台 就在她的前面 以这个做背景的一张自拍 所以她也透露上周的时候 她的确就在现场观看了新舰发射的壮观奇景 但是我们都知道结果是失败了 但是这个失败是有成果的失败 而去年12月的TOP也宣布将会参与 特斯拉CEO就是埃隆马斯克创立的 这个SpaceX的2023年月球旅游项目 亲爱的月亮 好浪漫哦 而这个项目就是实现首次的明月登月 民用的登月飞行 包括TOP在内的八名机组人员 将乘坐SpaceX公司设置的航天器 绕月轨道飞行约七天的时间 而这也是日本商人 谴责有座策划的一个艺术项目的一部分 真的是好激动哦 可以参与这其中 而就在今天 王嘉尔参加了第一次巡演 科奇拉战的现场照 他也晒出称 真的是一段复杂的记忆 但是我获得了一些 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那就是一群真正的朋友和家人 我和这群人一起经历了 我一直想要的生活 不仅仅是关于工作 而是关于生活 关于幸福和满足的标准 感谢他们 看这个配文 我们可以感受到 王嘉尔这些天所受到的冲击 以及在科奇拉舞台上 得到的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非常的大 再来说音乐圈的一个趣事 那就是来自内地的歌手 薛之谦 薛之谦今天发文 透露自己因为五一节的快到的缘故 到处都在堵车 人人都要出行 大概是结果他没有赶上飞机 然后后续查了 所有的票全部卖光了 然后无奈地表示 随便给我下下下下下 下班的站票都可以 什么倒立悬挂 室外通宵的都行 我一个工作人员都不带 就我一个人 让我到南京就行 还说如果我明天到不了 那就到了你们最爱的环节了 就是整个舞台上 空空荡荡的没有主唱 因为28号的晚上 薛之谦将在南京举行 天外之物演唱会 很多网友晒说调侃他 薛之谦本人到不了 薛之谦演唱会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 不过稍晚薛之谦晒出了 自己坐在高铁上的照片 只见他蜷缩在餐厅的一个角落 就是那个对面是那个 卖东西的那个小卖布 他就那个脚上一个位置 发文说 车车这么长 总有属于我的一节 你看这不有了 一人一坐 急急就到了 真是 薛之谦 天外来物 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歌曲 稍后继续回来 笑娱乐 你降落的太突然了 我刚好那又路过了 机会难得 有主观觉得 像铭枪又碰不得 你带来了 我的快乐 让这世界 有点颜色 有点颜色 我好想指责 你太随意了 把屋盖 有人捧着 你是不是我的 你像天外来物一样 就绝不得 你在神所里的名字 不重要了 只靠不隐藏的人 得设计而不舍 直到蜂拥而知 大人都中阴朗 我在不尽 又不远处 明天换你 靠近我 你站立了 我的快乐 和这世界 已没有瓜葛 任世无干渴 都褪去颜色 只有你是天蓝色 我开始找你了 回想尽为来物一样 时而复得 你在世俗里的名字 被人用了 反正我隐藏的人 个世纪而不舍 直到蜂拥而知 大人都透明了 我在不尽 又有远处 用明天换你 靠近我 你就像 千万万万一样 就知不得 我在世俗里的描写 被取消了 反正无影 在那人 隔世 非你不可 直到别有 隐心的人 跳通了 我在不尽 又不远处 明天换你 靠近我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 娱乐秀 欢迎回来娱乐秀 就在每天下午的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歌曲过后 我们继续来秀电影方面的消息 有一些新电影的进展 作为全新的系列 费德阿尔瓦雷兹名下的异形 一直是备受期待 终于这部筹备了很久的影片 开机了 从最近释放的片场照上 我们能看出影片是 4月26号正式开机 打板机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异形 挺可爱的 不过这个开机时间已经比原定的计划 2月6号是晚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在打磨剧本呢 还是什么 影片目前定名为异形罗穆露斯 罗穆露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一个人物 据记载是他创造了罗马 以及罗马的政治制度 而罗马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而从这个标题也不难看出 新版的异形将与雷德利斯哥特的系列产生关联 此前在接受访问时 异形的缔造者雷德利斯哥特就表示 异形系列还是有很多的潜力可挖 而现在就是进化的好时机了 他说我经常在想 这些生物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 探寻这些就是我下一步的想法 影片里面的演员方面 卡丽史派尼和伊里贝伊莎贝拉莫奈将担任主演 该片继续由雷德利斯哥特来担任制片人 剧情尚在保密当中将会是一个完全原创独立的故事 讲述可怕的外星生物将回归 继续和人类展开血腥斗争 而另一个消息是 梦工厂确认了功夫熊猫4的导演是迈克米切尔 将于明年的3月8号在北北上映 党期都定了 这位导演迈克米切尔曾经指导 《怪物5》史瑞克4 《魔法精灵》 还有《鼠莱宝3》 《海绵宝宝》等多部经典的动画电影 功夫熊猫4 讲述阿宝离开和平谷前往大城市 去寻找下一位神龙大侠 其中的反派是变色龙女巫 他召唤出了阿宝过去所有的敌人 而阿宝必须要打败他们 功夫熊猫的首部电影是2008年推出 当时还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和金球奖 第二部第三部分别是2011年和2016年上映 整个系列的电影全球累计票房超过18亿美元 也深受外国观众的喜爱 对此还掀起了中国功夫热潮 而当然也引申出了一系列的剧集 游戏主题公园等等 最后是两部恐怖片的消息 作为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惨案的同系列之作 讲述大侦探波洛的这个探案故事的新剧 叫《威尼斯惊魂夜》也是在目前曝光了预告 在预告中一桩谋杀案发生 波洛再度临危受命前来寻找隐藏的杀手 整个预告充满了恐怖感 镜头的设置很有点密室恐怖片的风格 而影片是改编自阿加沙的小说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 主创的阵容包括米杰米多纳 地纳菲还有杨子琼 球德希尔 凯利雷利 艾玛莱尔德 埃尔凯伦等等 肯尼斯布拉纳将会继续指导并主演本片 这也是布拉纳继2017年东方快车谋杀案 和2022年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 再次和20世纪影业合作 影片将于9月15号在北美上映 而另一部主打恐怖感的迪士尼新片 《幽灵鬼屋》确定了PG13的分级 这是一个相对温和而且无害的分级 就是提醒有孩子的家长要多留意 13岁以下的儿童需要陪同观看 不是说不能看 陪同观看 所以影片在本剧上还是一部合家欢的电影 主创方面 罗沙里奥·道森 欧文·威尔逊 提凡尼·哈迪斯等有出演 迪士尼论园的这个游乐设施《鬼屋》 是在2003年首次被改编成为电影 当时的版本是由罗伯·明可夫指导爱迪莫菲主演 但本片跟它没有任何的关联 这部新版的《幽灵鬼屋》将于7月28号在美国上映 电影 音乐 八卦 游戏 娱乐圈每天都是这么精彩 娱乐秀每天也要听哦 就在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小芳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恢复最悠的我 相同的话重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截掉泪人生活 自己不习惯的过 截掉泪人生活 自己不习惯的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丢散 拉丝的我 任你无凭却责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